不畏舟车劳顿 背着简单行囊 照会里正在接受装备的学员们 利用五周的时间 走遍南投鱼池乡十三个村落 在寒冷的冬天 挨扎挨护扣门 向居民分享圣经 村子里各个角落 唱诗和祷告的声音 此起彼落 我爱求主 我爱求主我爱你 我主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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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次的开展中 我觉得遇到了很多 第一次听见福音 第一次听见主的爷爷奶奶 他们很单纯 真的觉得他们的心 是被主保守的 虽然他们到了很年长的时候 才认识主 但是一向他们传讲福音 他们就接受 然后愿意受尽得救 就觉得主真的是保守他们的心 如果我们没有来传 他们是不是一辈子都听不到福音论呢 圣经的话 或是传福音的翻成台语都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讲 在我们的很真的感觉里跟阿公阿嬷分享 其实他们也能够听得懂我们所想要表达的 也会被我们传福音的负担摸着 这群穿着整齐的青年 是参加赵慧全时间的学员 有些才刚大学毕业 有些已经进入社会工作 他们用两年到三年的时间 全新投入各样传福音的装备训练 并到偏乡地区进行福音开展 一开始奉献的过程中 牵牧羊更多的人 所以在过关的事上很得主化的供应 我不后悔开展 然后我在开展的当中 我也不觉得累 因为我觉得很喜乐可以一家一家一家 call 然后寻到平安之子 主要需要star的 需要一般为他所用的青年人 就有一个感觉说 主啊 你会要日子敬了 我不要只是做这个世俗的工作 我愿意在照会中 这样一生来服侍你 很宝贝 把主把我们带到这渔池这里 愿主在这里的金灯台 能够越过越刚强 让学员来到各地 成为各地照会的加力 就让我们这边的弟兄姊妹 得做鼓舞 有信心 有神的同在 能一同往前 不叫人少看自己年轻 他们不分白天黑夜 透过以善门带来温暖的问候 跟从上帝做得人的渔夫